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我覺得港福堂既然他要求 現在新來的同工 全部都要是 信仰崇者的時候 我鼓勵他們 他們也要同樣對於 現在的牧師、同工 執事、信徒 全部都要信仰崇正 申請那些就要崇正 沒理由現在 就可以不崇正 沒理由大細超 沒理由大細超 一定要一事同仁 這樣才公平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港福堂的榮優牧師下不中文 現在要馬上 退出福音盛會 顧問名單 因為在今年 這個福音盛會的顧問名單當中 我查過是有 吳中文牧師的名字 在這種情況下 既然港福堂 要堅持送養崇正的時候 吳中文牧師要馬上退出 為什麼 因為我們也知道 這個福音盛會所傳的福音 是吳崇正的 它不是在傳一個福音 它是在傳一個恨福音 這個福音 哪裏才能夠接受到 港福堂既然堅持去高舉 崇正這件事 你沒理由跟這個福音盛會同流合污 你自己一個這麼出名 這麼知心的牧師 榮優牧師不中文 沒理由同流合污 要馬上退出 馬上退出顧問名單 對呀 給你一點矜持來看 當然啦 還有港福堂 都要宣佈不支持這個福音盛會 在無論資源 人力 金錢等等 退出 完全不要再支持這個年底會舉行 這個假的福音盛會 因為你們是一間高舉 崇正送養的教會 所以你們沒有可能 你們沒有可能同流合污 馬上退出 直接要帶頭杯葛這個聖會 沒錯 帶頭杯葛 像我們門徒一樣 一起加入杯葛這個福音聖會的行列 這是第一件事要做的 第二件事 港福堂要做的就是要公開譴責吳中文牧師 雖然吳中文是你們的榮優牧師 但是在過去 他有很多言論 不是根據一個崇正的信仰去講的 包括他在2010年的時候 他曾經曲解了羅馬書13章1-7 你知道他做了什麼事嗎 你知道他做了什麼事嗎 羅爵 好像要呼籲信徒 順復一些執政掌權者 你知道為什麼他當時會說這句話嗎 為什麼 因為當時是在搞五區公投 當時是在搞五區公投 他說這句話 喂 你們要順復掌權者 甚至乎他提議過 如果五區公投裡面 除了泛民之外 還有其他的候選人 即建制候選人 你們要支持他 去對於那些議會搞事的人 你們要反對他們 表達你的不滿 聖經也不是這樣教我們 你怎麼可以 斷章取義 只要拿羅馬書13章1-7 就去說 我們就要所謂掌權者 整本聖經其實就是 對於政權有一個譴責 斷章取義 大家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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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3年的時候 即是在這個 所謂戰令發生之前那一年 曾經吳中文說過什麼 大家記得吳中文牧師說過什麼 他明報訪問的時候 對於戰令的看法 他說 喂 他說 如果哪個戰令 哪個犯法 就要驅逐出教會 大家記得 喂 教會 教會不是這樣的 教會是一個去追求公義的團體 如果這樣的時候 第一個要去驅逐的是誰 犯法 就要驅逐出教會 那誰是第一個犯法 用教來講 就是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 是被羅馬政府判斷為犯人 這樣也挺好笑的 教會經常說是接納罪人的地方 但是教會居然會驅逐罪人出教會 所以 吳中文牧師 他在過去幾年 他講了很多話 宋養不夠純正 那怎麼辦 廣福堂他現在要求堅持宋養純正 那要怎麼做 當然要跟這位吳中文牧師去割席 吳中文牧師他有沒有為他過去幾年的言論道歉 當然沒有 當然沒有 那沒有的時候要怎樣 講完這些話 完全偏離信仰不夠純正 那一間信仰純正的教會要怎樣 就是要譴責他 譴責他 割席他 話說要榮憂 榮憂都要踢出教會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門徒公義